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眼瞎和鼠的瞎子 我们知道这世界上只有两类人 一类人是认识神的人 他在灵里面能够真正看见神和神的荣耀 而另类人是不认识神的人 他在灵里面是瞎子 那今天我们来看耶稣一个圣人就瞎眼人的神迹 在这个段落当中呢 我们就能清晰看到这两类人 但尤其绑极的是 那些眼睛能看见人呢 竟然是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在灵里面是瞎子 而那个被依赐的这个瞎子呢 却是在灵里面能够真正看见神 看见神荣耀的人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约翰在这个段落里面 是我们再次能够看清 这耶稣神迹的本质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医治的神迹 更是一个记号 一个展示出 耶稣米赛亚身份的记号 所以我们今天的正道 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 再次来看见耶稣的神性 他就是米赛亚 他来到这个世界 来听我们上世家 来拯救我们 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我们来反射两人 实际上 我们基督徒在得救之前 也都在灵里面死瞎子 我们看不见神 然而神拯救了我们 重生了我们 我们能转变成为了 在灵里面能够看见神 和神拯救的 其实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 在我们周围 还是有许多这样 在灵里面认识瞎子的人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当最大我们周围 有这些人存在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做呢 另外 如果我们仍然还没有得救 在灵里面还看不见神 那么我们如果才能被人拯救 从一个在灵里面 能够真正看见神的人 那约翰在这个段里面描述 会来帮助我们回答 上面两个问题 愿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从 约翰的段当中 能够得到神对我们的启示 因为神对我们的旨意 使得我们能够为神的福音 而供应上我们的力量 那现在我们来看 今天的福音经文 在约翰福音九章 这季章很长 那我们只能分到来念 我们念一到十四节 二十到二十八节 三十到三八节 我念前经文 耶稣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人生来瞎眼的 文章问耶稣 拉比 这人生来瞎眼的 是谁犯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那耶稣给他说 也不是这人犯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罪 是他身上显出神的座位来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猜我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能做工 我在世上的时候 是世上的化 耶稣这话 就吐吐沫在地上 用吐沫和泥 摸在瞎子眼睛上 对着说 你往西洛亚池里去洗 他一洗 回头就看见了 他邻居和那树 常见他是讨办的 说 这不是那重新坐着 讨办人吗 有人说是他 又有人说不是 却是像他 他自己说 是我 他们对他说 你的眼是什么开的呢 他回来说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他和你摸在我的眼睛 对我说 你往西洛亚池里去洗 我去一洗 就看见了 他们说 那个人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 他把从前瞎眼人 带到法亚池里那里 耶稣和你开了眼睛日子 是安息日 所以法亚池里第二次叫他 从前瞎眼人来 对他说 你们该将荣耀归于神 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他说 他是个罪人不是 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瞎的 罗云文看见 他就问他说 他想你做什么 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 他回来说 我方才告诉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要来听呢 那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他就骂了说 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门徒 他们回来说 你全身在罪孽中 要教训我吗 于是就把他赶出去了 耶稣听说 他们把他赶出去 后来遇见他 就说 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会说 主啊 谁神的儿子 叫我信他呢 就说 你已经看见他 先和你说吧 就是他 他说 主啊 我信 就把耶稣 这次记住 我们今天读完经文 那现在我们看 今天的经文分析 那今天的经文很长 是整个第九章 这个第九章大致可以分成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 门徒问你和耶稣回答 二 耶稣的神迹 三 邻居的反应 四 法赛人的反应 五 法赛人再次与那人对峙 六 耶稣 耶稣 对那人的启示 最后 法赛人对耶稣 发的反应 这七部分 那现在为了方便 我们来简单过一下 所以第一步呢 等门主问 求耶稣回答 那这本是关于耶稣的神迹 以及米西亚记号的问题 然后呢 耶稣的神迹 就是耶稣 医治那个生来救下的人 将要是 这邻居反应 那邻居们呢 就把这个医好的虾子呢 带到了法赛人那里 因为 耶稣没有守安息人 那是法赛人的反应 那法赛人也因为耶稣的作为 引起分针 他不信这个虾子 是生来救下的 于是他就去问那个人的父母 然后法赛人再次与那人对峙 因为在他确认他生来救下之后呢 那法赛人就与那人争辩 最后呢 他把他赶索回答 耶稣给那人启示 于是耶稣在会上之外呢 就向他显明他的生命 于是他就信并拜了耶稣 最后法赛人对耶稣反应 也就是耶稣对法赛人的教 是以欺负分大事结构 和大事内容 那今天我们从三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耶稣的意志展示出他的真神 能够看见的人居然无法看见 不能看见的人却能真正看 这三方面 那首先看第一方面 耶稣的意志展现出他真神 在一道七节里边 那约翰记载耶稣所行使的一个巨大神迹 那就是他医治一个生而救相应的人 通常医治一个厚定相应的人 不算什么 但是要医治一个生而救相应的人 那就不是一个医处问题 那是真正的神迹 因为他只能从神而来作为 也就是说 那是个神迹 这也是约翰在这个段中所描述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显然展示了耶稣的神情 这是不可置疑的 可人们对这还有怀疑 甚至他们要激励地排斥耶稣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审视的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章与前后两场的关系 在第一节里边说 这耶稣过去的时候 那这一句话前面有一个廉词 在中文圣经没有被耶稣 因此这块是连接了第八章 第八章讲到祝魂节 而第十章又讲到修建者 这两个之间限上三个月 所以第九章的神迹 可以翻在这两个节之间 然而于汉不单单是记载这个神迹 总者记载与这神迹相关的耶稣教导 而这些教导呢 正是我们需要的注重的 首先最与苦难关系 在当时啊 尤其是住在巴基斯坦的犹太人认为 罪和苦呢是相连的 从神迹上来说这是罪的 因为受苦是人类所犯罪 和堕落所引起来的 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一般性的原则 随便用在个人身上 耶稣的苦难算是来自于人类的罪 但可能与他个人的犯罪没有关系 你比如说摩西姐姐迷延 他当初长大麻风了 就是因为他的犯罪 就比如 那前面我看到的那个比斯大使旁 那个被耶稣医生的病人 他发了38年岁 也是与他的犯罪有关系的 但是约伯的苦难却不是他犯罪结果 但是这些问题是很引人注意的 所以这盟主就问耶稣 这人生来是犯罪的 是谁犯罪呢 是这人还是他犯罪呢 那耶稣给他否定了回答 他说也不是这人犯罪 也不是他犯罪犯罪 那么这人为什么会生来救犯罪呢 当然这个问题在医学上面 可以有很多的讨论 但从耶稣回答上来说 这个与他犯罪没有关系 这也不是我们今天需要来探讨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从这里得到的心意是 我们不要随便把苦难和罪挂起过来 那在我们教会里边 我们更多的需要以神的爱来面对 我们金融姐妹的苦难和病痛 我们要同样来对待我们自己的苦难和病痛 神允许能经历一些苦难和病痛 这里常常含有神的美意 我们要以神的爱来互相扶持 互相帮助 我们只有这样 神就通过我们来答应祂的事业 事实上 甚至万事互相应来答应祂的事业 在第二节里边 耶稣不仅仅否认了罪于这人天生眼下有自己的关系 那耶稣据说 是要在祂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我们要注意 耶稣这句话并不是说 神故意使这个人生在这个眼下 为是要在后天的 他到一世人的事情上面 来显明神的伟大和荣耀 耶稣意思 这人生在其他人 是人类伴侣所带来的结果 这是个既定的事实 但神是借着祂的身上的病毒和治疗 来显出神的作为和荣耀 这比如在路上有一个车祸 然后呢 有一个救护队过来来救护 这个车祸显然不是这个救护队故意造成的 但这个救护队呢 却借此机会来展示他们救护的实责 至少神可以叫万事忽然效力 来达成祂的旨意呢 就以为为了祂自己 所以这个生来就像一个人是有福的 那神拣选了他 医治他 一直来成为神的旨意 在设计神的旨意 就是通过这个神迹 来继续开始移住在地上司空 他继续地与犹太人来周旋 以至于他最终被犹太人带上学下 来为了我们受罪 所以这个神迹 与生的事共有关 所以这不只是一个神迹 它是记号 当我来看耶稣这个神迹的时候 我们不能紧紧地看到 这意识上的一个神迹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神迹 而是一个记号 这些约翰在这个端中 是要真正强调的 如果我们只注意六到七节 那我们只是注意到了 耶稣依治的过程 那的确是很奇妙的 比如经文上说 耶稣吐沐在地上 用吐沐和泥 沐在虾子的眼睛上 于是那个虾子呢 就往西罗亚池里去一起 回去看见了 这的确是非常奇妙 但是我们要更深入地来看这件事情 我们看这个神迹所带出的记号 这就是需要我们来看四到五节里面的话 那什么是这个神迹记号呢 那就是那神迹指向父神的工作 而那个工作呢 是父神借着被差遣耶稣米歇亚来成就的 就像纪五节里面所说的 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造成了生 然后在世上就是审判世界 而成立这个世界的光 因此它就是米歇亚 这样在第四节里面 耶稣说 做那差我来自的光 所以耶稣被神差遣来拯救世人的米歇亚 就是索性这个神迹 就在展示它的分分 在展示父神所成立它的工作的 所以这个神迹是一个记号 它展示了耶稣的神迹 它是米歇亚来成就父神的工作的 那不仅如此 耶稣还只做实践的紧迫性 耶稣这个被拆解的工作 需要赶紧的去完成 也说 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拆过来的工作 黑夜将到 就没有人做功了 的确 当耶稣上的十家 离开门主 就没有人能够来做功了 所以 这就有约翰在这里所强调的 耶稣在这里所新的神迹 是有着巨大的记号的 那事实上 耶稣每一个神迹 都有这种样的记号 那就是 耶稣与基督米歇亚来成立 然而 约翰在后面所指出的事 咱们却看不见这个记号 甚至 咱们要基督地否认 这个从事的神迹 更不用说呢 去认识这个记号了 那么人是怎样的来否认 耶稣呢 所以我们看第二部分 能够看见的人 居然无法看见 耶稣依旧这个圣案 就是相应人 这个神迹是巨大的 展现出了 耶稣的米歇亚身份 可是旁边人却不以为人 甚至要基督否认 这个神迹 从本上来说 虽然他们演技都能看见 但是他们在灵里面 却是瞎子 他们看不到 耶稣在这个圣案里面 所展示出来的 他的米歇亚身份 和神的荣耀 往来回顾米歇亚身份的过程 首先这个虾子的邻居们 很气息 但是当他们了解到 这事情发生的经过之后呢 他却把他带到了 阿里山的面前 那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他们发现 耶稣没有遵守 这安息的规定 原来耶稣依此的病人 实在于安息人 但他却用涂抹和泥 摸在这个虾子的连接上去 这不合得 安息的规定 然后罚人调查这件事情 他们当然也指着 耶稣没有遵守 安息人 但是这个虾子被医治 毕竟是个事实 所以他们就去找他的父母 因为他不相信 这个虾子生了这个虾眼 正在与他父母的对战中 这人生了救虾这个事实呢 就被劝远了 但这个人的父母呢 不愿意为他 已经能看见他作诊 因为他们害怕得罪法律塞人 怕被赶出回答 于是法律塞人又回到那个虾子那里 要扯备耶稣 然后那个人呢 急于于法律塞人生病 他们争论了很久 最后 那人就被赶出回答 所以这里是 约翰所记载的 他描述法律塞人 介入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不过我们发现 他们从头到尾 始终对耶稣 医治的当然不感兴趣 那么大的神迹事物 没有冠极他们的精神 反而他们对耶稣 没有遵守 安息这件事情呢 却仅仅的咬出不放 因为他们认识 耶稣是个罪人 今天我们不仅仅的了解 这个故事的细节 我们更是了解 这些人反对耶稣的本质 以他们在灵里面 看不到神的真正的缘由 其实 在我们周围也有许多这样的人 他们的生命上被改变 他们顽固的抵抗着神 就像原来所讲的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就让我们来看 法律人他们是如何来保认耶稣的 首先他们一心一意 要保定耶稣 从十三节开始 那人的邻居把他带到法律人那里去 一早三十节 那最后法律人把他赶出会堂 这整个过程 那法律人似乎在这个调查 其实与其说 法律人是要弄清楚这个事的真相 倒不是说 他们在激烈寻找理由来保定耶稣 他们一开始就认定 耶稣是个罪人 他们就处心积虑的 要把耶稣受假的宪质 所以即使耶稣展示 如是他的一致神迹 就跟那人说 从创律人未曾经见 有人把生来时下着眼睛开了 但是呢 他们就是说是无度 那么法律人为什么要 去寻找那个人父母呢 所以希望那个人 不是上来就下来 以致他们可以来贬低 耶稣的一致的功效 那么当他从他父母那里 知道他的确是生而救下的 并且那人的确是被医治好了 那么按道来说 那法律人呢 就应该承认耶稣的所行的 在人世间无人所行的神迹 他们也应该 因此看出耶稣是从生而来的 但是他却还在那个人面临 想一个说 耶稣是个罪人 因此这个段落 真的展示了 法律人的固执基金 他们一开始就认定了 耶稣是个罪人 或者说 耶稣是个假先知 那么 无论耶稣如何 他展现自己 那法律人是不会改变 他们的观念的 他们之所以这样 从本上来说呢 是因为他们住在黑暗里面 他们不接受光 拒绝光 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 也有一些人 但还没有被神拯救 他们拒绝接受福音 甚至亚实福音 当一人算不被神拯救的时候 他们的拒绝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我们要以怜悯心态来对待 当一天他们传播神的话 传播福音的时候 他们无法理解 有的时候 他们就会拥有证变 因为他们在灵里面的眼镜 还没有被打开 神的虚拟 这样上次做超战的工作 他们才能看见神 所以我们可以向他们传福音 但是我们不能强迫他们接受 我在信息之间就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和我传福音 我就会与他们争辩 我会在圣经经中找破绽 我也会从哲学 科学和其他宗教教育上来驳测 所以尚未从事的人就是这样 但在灵里面的眼影上被打开 但不会轻地相信我们所提供的神证讯 因此对于尚未得救人 我们不要急意地与他们争辩 或许有一天 神拯救了他们 神点过他们灵魂 他们才会相信 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要与神的爱心 慢慢地与他们建立关系 在生活上关心他们 慢慢地与他们分享神的话 通往我们的行为来看完他 第二 法律人在律法中找尽强理由 当法律人面对着 有关神迹的证据的时候 他们会感到威胁 于此他们就退入到 他们的宗教里面 当在律法自己里面 找到理由和证据 以证实耶稣受罪人 那法律人始终坚持认为 耶稣受罪人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声称 耶稣用吐沫弄成泥 是违反了安息的规定 那根据他们人为的规则 耶稣不能在安息里面揉灭 他们一次来论证 耶稣在安息没有遵守这个规定 因为耶稣制作泥浆 是类似于人们的揉灭 而把泥土和液体 放在一起 然后进行一起 一起来加工 因此他们根据安息的规定 指责耶稣是破坏安息的人 所以他是罪人 因此我们看到了 这一法人不仅拒绝耶稣 他们还请以一种 僵化头脑来将圣经的画 当成他们的理由 他们会忽视 耶稣形成这个巨大圣经 但就完全的 顽强地支持着他们人为的规则和条例 我认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僵化头脑 更多是因为他们急着要拒绝耶稣 因为他们理由多么的牵强 他们却以此来作为 他们不接受耶稣的理由 那就如法人说的 神对于摩西的说法 是我们知道的 只是这个人 我们不知道他是哪里来 他以摩西律宝为由 却无死 这也有巨大圣经 事实上他们不是看不见这个圣经 而是不愿意接入这个圣经 更主要是 他们就不愿意接受耶稣 当那些人拨扯他们的话的时候 他们回来说 你全然身在罪孽中 还要教育我们吗 于是把他赶了出去 把利赛人这样无理的行为 真正的反映出 他们就是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性命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 也有些不愿意相信神的科学家 他们也急着在科学上寻找一些证据 来自当无神论的观念 我们知道 这科学本身已经证明了 这个宇宙的安排和演变是极为神奇的 这也是非常有力的坚持神的创造论 但那些极致反对创造论的科学家们 他们居然推出了多宇宙论 这些荒谬的理论 那从而得到一些正确的范围 所以我们基础 不要被他们自己 无法正式理论所迷惑着 我们要一针见学指出 这些论举不合理性 既然那个人一针见学指出 把人说的话是不合理的 比如说他说 从创始来 为什么那些有人把生来是瞎着眼睛开了 人若不从生来来 什么也不能做 我们基础就要坚持这圣经教导 那即使我们受到圣的威逼和嘲笑 我们也不要怕 让我们看法医生 也就威逼了 也不懂得他们的人 当法医生来到 那个人的父母那里的时候 他们要了解那个人 是否真的 深夜就下了 那那个人的父母 他回答的时候 是非常谨慎小心 那为什么他要小心呢 因为他害怕法医生的 既然约翰在 阿塞这边告诉我们的 他父母说这话 是怕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已经上一阵了 认耶稣是基督的 要把他赶出会堂 但那个人与他的父母不一样 他与法医生的争辩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上次里边说 法医生就于是把他赶出去 这就意味着 他把他赶出会堂 这就是法医生的威逼 他的父母就躲避了这种威逼 但那个人不怕 法医生这样的威逼考 不是一件小事情 因为在耶稣的时代 在犹太社群 是一个紧密机构的社群 被感受犹太会当事件 严重的事情 这意味着将失去重量的联系 遭到经济困难 也意味着你将失去 良好声音 这就当时的状况 让我们深受了法医生的控制 我们现在当然不会再与这种事情 但在我们的社会 无垠中也会给我们基督子 带来压力 那如果你一直在注意新闻的动态 你过去可以注意到 但我们的社会也正在迅速地远离 其实叫做价值观 或许你已经注意到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 那基督子在我们的社会中 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 或许你也会注意到 在你的工作环境里 基督也会受到压力 当然我们在这个环境 要坚持我们的基督品格 我们学习的圣爱就像一个人 要坚决于那些法律者学来 即使被堪受回答 现在看我们这个段落 一个小小总结 把这些人虽然眼看见 但在灵里面却是相应的人 但看见神就在他们身边 不仅如此 他们急着寻找一切理由 来保定耶稣 抵制耶稣 他们仅仅抓住 绿瓦宗教规定 是坚挂 并一直来作为 把这约实依据 他们还管一下别人 威胁那些不同 以他们观念的人 来打他们反对 耶稣的目的 那么在我们时代 在我们身边 也会有这样 不愿意相应的人 他们急着反对福音 当我们有机会来 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谨慎 我们不要与他们争执 我们不要被他们 所信念的 光影所迷惑 我们要坚守 我们基督的平革 我们要依靠 圣灵的引导 来传言福音 我们向那个 深夜就相应的人 学习 大胆的威尊人 做见证 先看第三部分 不能看见人 却能真正的看见 那前面我们看到 那法律人 虽然眼看见 但在灵里面 去世下语 但看不到神 反正被耶稣 依次那圣灵旧相应的人 在灵里面 把能真正看见 于是他就大胆 欲发生了证明 我们往来做一个回复 当他第一次 被带到法律人 面前接受问话的时候 他就胸有诚寿地说 耶稣是个圣子 在他第二次来 接受法律人问话的时候 那他针对 对耶稣的诬蔑 他就说 他是个罪人 不是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瞎眼的 如今我看见人 之后他也从 逻辑上于法律人的说话 指出他们的说话 是世界矛盾的 他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又竟不知道 他是哪里来 这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神不经罪人 唯有尊奉神 迅速他旨意的 身在尽当 那从创始以来 就未曾见有人把 生了虾眼的 虾子的眼睛开了 在诺布中生以来 什么也不能做 最后 他被法律人赶出会堂 我们知道 在当时 那法律人是有着 绝对的权威者 一个人如果被赶出会堂 那么这个人将失去 任何的名誉 他将成为 被众人计较的对象 我不知道如何来形容 这样的一种状况 或许我们可以把 比喻成为 在国内 文革期间那种 黑漆类 成为社会中的底层 没有任何地位 可是那个被耶稣 依止人居然有 这样的胆识和力量 与法律人来决裂 这只能说明 他真正看见一个事实 那就是耶稣 从神来来的 但真正经历着神 对他依止 他不会再害怕 因为既然耶稣 这种神来的 那神必定为保持法 那么他即使被赶出会上 这又是什么呢 下面就在看到这件事情 那是我们看 这眼下呢 从这世间的屏障 当我们看到 这个生爱基督眼下人 有这样的信念和胆识 我们不明显到 这虾子是不是很特别 那我们的问题是 那为什么这个虾子能够这样 而另外一些被耶稣拯救人 却没有这样的胆识 与张师的社会决定呢 你比如说 在第五章里面 那耶稣医治一个 病了38年的病人 那人不仅没有感谢神 去把耶稣报给了犹太人 事实上 他们所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 耶稣没有遵守 安息的规定 来造犹太人的侍者 可是 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做法 却居然相反 那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眼下这角度来思考 从某种角度来说 眼下可能使人 受到这个当社会上的习数影响了 相对的少一点 更确一点说 因为他们眼睛看不见 心灵就自然的单纯一些 也就他们可以 不太受到这个世主的影响 让他们就能够看清 也能够比较坦率的 承认那些真实事情 比如在路加宫里面 就记载着耶稣 在耶利哥一直有虾子 那虾子 虽然眼下 心里全认识耶稣是 全能比赛亚 他们就呼叫说 大卫子生耶稣 可有吗 所以这里反映一个世子是 当耶稣没有受到太多 世主的影响之后 那相对来说 这人比较容易看见 接受真实的东西 虾子 因为它不再受到世主的影响 所以他们就比较容易 看见和接受耶稣 当然是 在这里我们真的说明 是反过来的信心 世俗常带给我们太多影响 影响着我们 使我们无法看见神的大能和拯救 以至于我们不愿意跨出我们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一步 这就我们真的需要来注意到 我们知道 从国内来的知识分子 他们有些人 从小受到无声的影响太深 因此就不是很容易接受基础信仰 但需要彻底的推翻自己旧的世界观 才能有机会看到神真实性 以至于愿意去接受 接受拯救 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 整整经历十年徘徊在基础信仰 可是国内农村的一些农民 他们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 他们心底是非常单纯的 就很容易来接受福音 所以 如果你还没有信息 如果你还在徘徊 你可能要认真审视一下 你曾经接受过的教育 你也可能要努力检验 和扬进那些 你曾经拥有的这世俗观念 神对这个世界创世 是无可推违的 这个神的福音也是如此清晰 那人们最遗憾的 无谓就是被世俗蒙蔽的双眼 成为属灵的瑕疵 所以你要积极地走出一些旧的观念 与世俗的世界来决裂 与世界决裂 才能够被神拯救 被神见了 约翰记者 耶稣听说 他们把他赶出去 后来遇见他 那为什么那时候耶稣要来见他呢 那后面记者告诉我们 耶稣要见他成为一个信徒 但是为什么 当他真正与世界决裂之后 耶稣才来找他呢 这仅仅是因为 他为了耶稣身上的正义 所以耶稣要与灵敏的心 的缘故来见到他们 不是的 在观念上 与这个世界决裂 与当时的世俗决裂 是被人拯救的一个先决条件 这原因很简单 这个世界与神的国是敌对的 你没有从这个世界里走出来 那么你如何能进入这个神的国呢 既然又在世界一节里面所说的 但你们下一眼 是没有罪 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那个下一眼的人 就是愿意与这个世界决裂的人 所以他被神拯救 而那些能看见的 他仍然在留恋这个世界 神会拯救他们 神让圣灵来呼召我们 在我们心里做工 让我们走出这个世界 当我们大胆地从旧的观念中 找出来的时候 你就能遇见神 他就会邀请你进入他的国 这就是佛音 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 神会在我们心里面继续作文 就有效来呼召我们 就像绿迪亚进入佛音的时候 主就开了他的心 将他留心听报所讲的话 这是让我们重生 从接受神的步骤 求跟他儿女 约翰文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的描写 这些那个人经历了神拯救的过程 耶稣启赐了他 展示出他的神的儿子的身份 让他能够真正的有信来接受 几周前的斯蒂芬牧师 在讲道说 我们生来是看不见神的荣耀 神必须操战地打开我们的眼睛 他必须在我们身边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 神让我们已经能看见 耶稣基督的荣耀 和他所信的神经 斯蒂芬牧师所讲的就是同生 当耶稣的人说 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我就是他 神经的那个人生命里 做了超伤的和创造性的工作 神愿意接受 他说 主啊 我信 就拜耶稣 以上那是展现了神是一个人 从中得起的过程 但我们每一基督都经历了这个过程 这样在这个团队当中 那真正重要的信仪是 当被神引导的时候 我们要以决定跨出那一步 与这世界决定 这样我们就能遇见神 而以后的得起的步骤 就会自然的跟随 因为那是神的工作 看这个团队的总结 天眼人好像是没有太多的 接受到这个世界污染 反而能够比较容易地接受真实的东西 从而能接受神的拯救 事实上 摆脱这个世界上 给人所带的世俗观念 使人能够接受 神的福音的先决条件 不然 虽然我们右眼能够看见 但是我们在灵里面 认为这个瑕疵 当我们愿意来摆脱这世俗观念 真正与这个世界决定 那么我们就能遇见神 神就会给予我们有效的护照 使我们能够重生 以至于我们能够进入祂的国 成为祂的安全 这个生来就以虾眼的瑕疵 就这样的转变了 成为一个神的安全 祂生来无法看见 但是祂有生之年 不仅仅不在眼下 而在灵里面 看见神的荣耀 如果你仍然是个慕道人 那么相信这个故事 会给你带来启发 但你也能与这个世界决定 遇见神的拯救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三个部分 耶稣一直展现出祂真神 能够看见人 居然无法看见 不能看见人 却能真正看见 今天真的是我们看到的 耶稣一直一个 生来就像一个人 展示出祂的神的大能和荣耀 我们也看到有两类的 一类人是认识神的 但在灵里面能够真正看见神的荣耀 而另一类人呢 是不认识神的 在灵里面是下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在我们周围也有些人 当然可能仍然是人里面下子 或者说也有些木道友 正想努力地打开他们属灵的眼睛 那么今天真的告诉我们 作为基督 我们应该如何地来向他们撤回 以及我们来帮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与这个世界绝对跨出那绝地前一步 成为一个灵里面下子可悲的 我们基督既然因神而蒙福 能够看见祂的荣耀 那我们就要努力地把我们的福分 传给那些在灵里面 仍然是眼下的人 神将借助我们所传福音 来完成祂的成就 因为我们都能为神来传福音 来共享我们的一份力量 愿意深爱保守我们的福音工作